首先這個是台灣大哥大 把它打開 這個燈號一定要變成綠色的 稍微等它一下 那麼我們要開直播呢 先把我們的Wi-Fi先準備好 那自己的呢 也要準備好 點進去 那麼它自己本身有一個 Wi-Fi已經是自己的 就是它自己行動網路的部分 然後我們這個叫做4G EGL 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呢 你再把其他的手機也順便連進去 連進去之後這邊會自己做交換 斷掉自己會做交換 那這個是4G EGL 台灣大哥大 好了之後呢 我們再到Speedify打開 Speedify打開就會看到中華電信 它這本身裡頭有一個中華電信 這是固定IP的 那麼這裡是有一個Wi-Fi 就是它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開始啟動測試 那它這樣進行測試 測試它的這個頻寬 高達19.5Mbps 4K直播這樣就夠了 上傳 只要開始上傳 上傳這樣就夠了 10Mbps以上就夠了 好 頻寬處理好之後呢 就放在那邊不管它了 我們今天開的軟體叫Vhub Vhub可以兩個通道直播 那你要播之前先跟我們發Line一下 我們用另外一隻手機用Line溝通 做Intercom 這個呢叫做Restrain 你只要打進來之後我這邊就收到了 那這裡呢 也可以收到 這裡也可以收到 那麻煩你那邊你的粉專 把我當管理員 我也順便幫你打過去 你的粉專也把我弄管理員 我們也可以幫你打出去 這裡就是打到我們的多平台 這裡打到公司 一次送兩個訊號出來 那如果頻寬訊號有10Mbps以上可以送兩個 5Mbps只能送一個 那你就不要就把它關掉 然後要把它叫進來 要叫進來 這台機器叫 125229173165這個 這個是一個RTMP Server 這個Server呢 是目前我們公司最快的 有1000G 1000G 啟動 啟動之後點一下 添加CAMELA 這個是第一個 就是本針的前後鏡頭 再添加USB 再添加USB 這兩個 有一個會啟動 啟動之後呢 把沒有啟動的關掉 它可以接兩個USB 好 那我們進去之後 它 到這下面 可以選擇它的解析度 就射到1080 好 第一集先講到這裡 前置座位就是這樣 待會把它整合到我們的 這個導播機裡面